好 现在台湾的确诊 本土确诊连五天都是六万多例 江冠宇医师表示 社区存在的黑数本来就多 那么指挥中心开放 让65岁以上的快筛阳性就给药 虽然是重要的政策 但却也打开了染疫黑数的大门 他直言疫情并没有缓解 而是要暴冲了 今年的本土确诊数已经破了80万例 而今天起呢 65岁以上长者纳入快筛阳 视同确诊 北市联谊中心院区医师张冠宇就认为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 等于是大开染疫黑数之门 他在脸书后文提到 很多人都想要快筛阳视同确诊 但这些人都是非三类 所以会被视讯整退挂 而这样的人数呢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的挂整人数 PCR筛减站呢 又常常筛爆要等很久 因此呢 症状比较严重或是体力衰弱的人 当然都不会出现在这些排队的队伍里 他说呢 原本黑数就很多了 现在每天实际价格两万到三万 真的不会太过分 而他也呼吁呢 政府最好设置高风险族群的PCR绿色通道 提供癌症或是高风险病人筛减 要把PCR量呢 给真正需要的人 嗨 想全天后24小时收看新闻直播吗 敬请关注东森新闻官网 当然手机下载东森新闻APP 你也可以掌握新闻讯息 既快速又便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